不知道多少位观众呢是跟我一样的 不管是用尽任何的手段 甚至是红黄之力呢 都没有办法刷干净牙齿 这个困扰其实困惑了我非常的久 曾经也尝试换过几种牙刷或者是牙线 都没有什么改善问题 直到我把心意横一次过入手电动牙刷和冲牙器 今天就用UseMile旗下的产品来跟大家分享 初体验 还有他们其实实际上有没有得到什么帮助 我先来说冲牙器好了 我使用的这款叫UseMile CY1的型号 大家看了之后觉得OK的话呢 之后可以点下面的连接下单哦 我想入手冲牙器的原因呢 是因为我是一个纯种的手残族 我用普通牙线的时候呢 我最大的问题是我找不到那个角度 那个感觉还有那个kick 还有就是我也不适合会控制力度 所以我常常弄到自己受伤 可是我不理我的牙齿又不可以哦 因为我有很严重的遗传牙周病 所以我一定要保持那个口腔长期呢 都是心结状态的 不过说来奇妙 我过后有在小红书刷到 第一次用宠牙器的人呢 很多人都有跟我有一样的情况 虽然外观不影响使用 但是会影响用户的心情 还有你厕所的精致度 所以我们还是来看看好了 它的颜值老实说 还真的蛮高的 圆润的设计 加上雾面的材质 非常精致 我选择的青色也意外的非常打我的厕所 虽然配色方面都很小姐姐 但我觉得我应该驾驭的了 180ml的大容量设计 不怕你不够用 只怕你用不完的水 我这里也分享一下 我平时使用的时候呢 我有习惯性去倒一点点的水口水进去 我觉得它的清洁效果呢 会来得比清水大啦 补水方面 它采用双开口的方式注入清水 不用担心一些洗手盘顶着装不到水这样子 顶部的口其实非常善用空间 因为除了装水 还可以拿来收纳那个喷嘴进去 那平时出门旅行和收纳起来呢 都是非常方便的 UseMile其实在这个领域呢 算是非常成熟了 所以呢 它知道用户的根本问题是什么 所以这一次呢 它放了这个3秒健强的这个技术进去 简单来说 就是在启动的前3秒 水压的力度呢 会随之循序渐进 其实这个技术呢 非常照顾新手用户之外呢 我觉得对我这种牙印比较敏感的用户来说 也是一个蛮大的加分点来的 那说到水压的技术 比起传统的脉冲水流呢 它这一次用的是超声波的这个水流技术 它的技术核心说到底 就是要做到力度照样大 水流要更加快 但是触感要更加顺 更加柔 这样就不会因为水压过大呢 而伤害牙印了 而且它在喷射的时候呢 它也会产生出一种叫 微气泡水布的东西 当它接触牙齿的时候呢 它就会爆开来 然后有效的把那个顽强的 植物残渣 还是乌基给弹走 这样说真的 我第一次使用的时候 吐出来的那些东西 真的是很多黑黑小小粒的东西 有点蛤蛤蛤蛤的 再来喷牙器 也是有很多不同种类的用户 和不同的使用需求的 所以Usmile也有给了三个喷嘴 还算相当贴心的 我一开始觉得 它的原装喷嘴有点大力 说真的有点不习惯 所以我先换去敏感喷嘴来用 那敏感喷嘴的力度 打进牙齿和牙缝呢 是比较soft的 前面几天用 跟有失我的亚洲病发作的时候呢 我都是用这个DOR 然后过后我用了一段时间 我慢慢适应了它的这个力度 我才敢换回去 普通的那个头来用了 原装喷嘴的力度 其实不会弄通牙齿的 只要找转角度的话 其实我觉得触感还算非常疗愈 而我觉得它最好用的地方呢 就是它可以清洁色态 老实说自从用了之后 我觉得我的口腔呢 是很清爽很舒服的 最后一个就是正机喷嘴 顾名思义 就是为正机人群开发的 它本身是自带小刷毛的 所以可以边喷嘴边刷 快速并且有效的清洁牙套 每个人对于水牙可承受的力度 还有接受度呢 都是不同的 所以这一次这个UseMile的充牙器呢 它给了四种模式你任君选择 操作逻辑也非常简单 一个按钮四个灯 就算不看说明书呢 也可以无脑上手 那首先轻柔模式的力度 对我来说真的很小 可能第一次用的时候 可以试试看那个感觉啦 可是我觉得感觉平时用的话 清洁效果不大 标准模式的话 就是我们平时用的那个力度 它是让你感觉到有力 但是不会让你有什么痛楚就对了 第三就是按摩模式 它是一下一下喷的感觉有人在按你的牙齿这样子 好像有时候半夜我亚洲病发作的话呢 我后面的牙齿啊是很容易痛的 这个时候我会开按摩模式去喷一喷 让我就是舒服一下 虽然对我的亚洲病没有实际的任何医疗帮助 但是确实可以让我在这一段时间呢 舒缓的非常多 最后一个就是静爽模式 这个我到现在的使用呢 还是觉得有点痛啊 力度是真真实实的碰下去的 不过反而是因为它的力度最大 所以要做一个深度的清洁时候呢 它的效果其实是最大的 也顺便提一下 CY1的冲牙器本身是有IPXC的防水登机 所以你平时拿进去冲浪方用 还是整家拿来洗呢 都没有问题 因为这种产品通常放在厕所之后呢 都不怎么充电的 所以如果你要用一次没有多久 要充一次电真的是很麻烦 所以它的续航也最高可以顶到90天 虽然实际使用会有差异 但是至少是久久一次 大概我觉得可以的话 两个月到两个月半充一次是最好啦 你也可以塞个reminder提醒一下自己 我觉得这样子的使用习惯呢 是最舒服的 如果你觉得上一款的冲牙器的颜值 是少女感十足的产品 那接下来要分享的这款电动牙刷 可谓是少女感爆棚 其实Usmile的产品设计都是偏向少女风的 所以我这一次呢 特地在冲牙器跟电动牙刷呢 都选上接近一样的配色 只是没有想到它们的统一程度呢 是比我预想中的高 我觉得非常漂亮 它最特别的地方 是手柄采用了独创的罗马柱设计 搭上玫瑰金外框的按钮 其实看起来就非常的疗愈了 虽然是罗马柱设计 可是它拿起来呢 是不会有割手的感觉的 我觉得比圆润的圆柱设计的牙刷呢 来得更加的旧手 不过罗马柱设计的最大设计用途 就是在刷牙有时弄跌时呢 不会担心滚下去的问题了 一般市面上的电动牙刷呢 最多人投诉的问题 莫过于在续航上 一个月要充一次电真的很烦 而Usmile电动牙刷的续航 是比刚刚那个洗牙器的续航 比离谱还离谱 来到了半年一次 如果你不是每天都用美白模式的话呢 其实是可以做到一年两重的 而每次只需要充三到四个小时就行了 它采用的接口也是Type-C 而不是尴尬的Type-A接口 每个人刷牙的力度呢 其实都是因人而异的 所以这款电动牙刷呢 它也配备了三个模式 分别是清洁、美白、呵护 其实这三种只是力度上的差异而已 如果大家方便记下的话呢 就定为二三一档吧 虽然我的牙银很敏感 可是我很喜欢它这个三号 也就是美白模式的力度 那是因为呢 我刷牙其实都是比较大力的 因为我觉得安全感嘛 可是我用了这个美白模式之后呢 受发我觉得大力的来呢 我的牙银没有着 我求后算账啦 我是用的很OK的 而当侦测到牙刷力度过大的时候呢 它会自动降低震动的幅度 来配合当下的使用场景 它之所以能刷到那么彻底呢 是因为它用了这个超声波的震动技术 来有效的刷牙垢 还有振走顽强无致的 每分钟的震动频率也高达32000到38000这样子 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比起一款电动牙刷它有什么技术 我觉得它用着什么刷头 用什么材质是更加重要的 因为那个才是我们真正接触到的东西 它的刷毛是采用了进口杜邦的刷头 安全模源也达到了高达99% 这对牙银来说其实非常友善 其实它的刷毛密度呢是非常高的 高的好处就是震动的时候呢 可以分散牙银的压力 所以实际上的使用感呢 是接近手动的牙刷的 但是那个效果是它的双倍 最后呢就来总结一下 充牙器除了是我们这种手残足的福音之外呢 它对于如果你是在绑牙还是有用牙套的用户呢 比起传统的牙线它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而U-Smart的洗牙器也是一款相当成熟且实用的产品 它不是让你完全不用去牙医定期洗牙的工具 但是它是那一个确保你在没有洗牙的周期内 保持你的口腔健康以及就是清洁的 推荐程度10分满分的话我会给8分 而YES的电动牙刷我觉得本身的续航 可以无脑使用和刷毛的触感真的非常舒服呢 是我最喜欢的两个点 而且U-Smart这个品牌也很大方 除了附送额外的一个刷头也附赠了一个收纳盒 其实也解决了收纳的问题还有更换部件的问题 推荐程度10分满分我给8.5分 因为我是真的觉得很好用所以我有尝试跟官方去拿Promo Code 你不要讲我真的拿到了 U-Smart YES电动牙刷原价299令吉 输入专属优惠码直扣49令吉 180令吉就可以带回家 而U-Smart的冲牙器原价229令吉 输入专属优惠码直扣39令吉 190块马币就可以让厕所和你的牙齿都变美了 为了迎接接下来的双十二活动 除了以上产品 U-Smart Shopee还搞了非常多产品注销 有兴趣也可以先了解看看 这一次的优惠力度还是挺实在的 你可以买来自用之外也可以拿来送人 别忘记在圣诞节之后 接下来的节日就是新年了 如果过年的时候有一些三姑六婆 问你薪水啊女朋友 就觉得他嘴巴有点味道的时候 送来一款充牙器就对了 好啦玩笑就到这里 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帮助到想要入手充牙器 以及电动牙刷的朋友们 如果你们有什么comment的话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会一个一个回复的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